文旦幼卓果率偏低直接会影响到收成 因此幼农们纷纷向公所来承行反应 而镇长江东成和农业客长也特别前往线刊 并且表示说这次会议刊的结果会向县政府通报 由县政府启动刊灾程序 如此才可以依照中央颁布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来启动补助 文旦幼卓果率偏低直接影响幼农收成 纷纷向公所反应过去不曾发生过 玉立镇长江东成与农业客长前往会刊 不少农民以及当地里长也到场说明 希望公所能够重视农民的权益 江东成跟农业客长来到玉立东风地区会刊文旦幼农以及甘菊园 每一棵树都看不到完整的果实 甚至有些来不及长大就落果 镇长表示一定会协助农民 我们可能会将这个情形 初步的一个状况 达到是否达到一个灾损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及时的来承报花莲县政府 还有相关的单位 到时候我们会作为一个及时的一个复刊 保障那个农民的一个情形 来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补助 公所表示这一次的会刊 结果会向县政府通报 由县政府来启动勘灾程序 如此才能够依照中央颁布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来启动补助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